航站北路预计在20号 我们会做相关的清晨做开通 那主要的效益 我想这个工程是在营印中进行诊件 所以我们第一个考量是不能影响营印 所以相关的一个工程切换 事实上会随着各个阶段 做交通的一个切换 那目前大概我们就该切换到 这边航站北路 对旅客的一个出国或回国的一个路线 事实上是比以前是更顺畅 这个工程是在疫情后 目前已经进行到2023年 事实上里客已经达到3600万 相较于在疫情前 2019已经达到73% 所以以今年的春印 那营印量最大的一天 已经达到13.8万 所以相对就是说 我们这个工程进行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要同步的考量 相关的营印的一个推动 所以我们目前会就相关的营印跟工程的接受 去做这个同步的考量 去推动相关一个工程的一个进行 送机路线主要的变化就是送机 你到达三楼以后 你接下来可能要再绕行我们的四号停车场 在进到一楼的路径的一个路源以后 再接这个韩战北路的一个开通 那相关的路线事实上 机场公司在不管是相关的一个路源的一个标示 跟相关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宣导 我想都做了一个通训的一个准备了 谢谢大家